新北市板桥发生两起惊险的逆向冲撞意外 有车子突然横过马路 离奇的事里头竟然没有人 原来驾驶下车去买东西忘了打P档 结果车子就滑行了大约100公尺 撞上了超商的柱子才停下来 车主回来找不到车还以为被偷了 跑去报警结果是个大乌龙 另外有年轻人通宵打电动 结果是天亮开车回家 没想到精神不济 开着开着竟然睡着了 直到逆向冲撞两车才进行 号制亮着绿灯 但大家怎么都不往前开 传出阵阵喇叭声 仔细看原来竟然有车 迎面开了过来 都已经按喇叭了 驾驶还是不停 赛苗果然出事直接撞上 其实经过职户好可怕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更夸张 白色小客车后车箱没关 速度不快但行机超诡异 看起来像是要左转 却直接冲去对上车道 19号早上8点多 新北市板桥桓和西路四段 与中正路路口发生离谱车祸 明知道要撞上了 别人也是按喇叭提醒 驾驶怎么还是要硬冲 警方到场一查发现 他前一天跟朋友打电动打通骚 早上开车准备回家 却睡在半路上 先是擦撞了内侧车辆 接着冲对上正面撞 撞了两台车 整个人才下行 警方针对赖男逆向违规部分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5条第一项第三款举发 巧得是同样在板槽 还有车子也逆上撞 黑色轿车慢慢滑行 却越来越偏 其他人似乎已经发现不对闪开来 就这样滑上对上超商 撞到柱子才停 怎么一回事 一看车内竟然没有人 大家全傻眼 原来陈希男子把车一停 要去附近的五金行买东西 下车没打到P档 买完东西走出来 看到爱车不翼而飞 还以为是被偷急的打电话报警 根本乌龙一成 一个太疲倦开车 另外一个是太大意 好险两起离谱逆向冲撞 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续经义抢 接着和报道